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0年代初香港粤语片昔媚电视业开始盛起 杜萍就在因缘制会之下 成为首批加入电视台工作的艺人 无线开台,你是其中四个里面 七个 七个 但你不是那时候未开台的前三个月 你们已经开始试播 是的,这样说起来也是缘分 在1963年、1964年左右 我随便登台和沈殿霞、黎小田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随便登台 去了三个月 一旬回就走? 走三个月 走三个月 那时候很简单 就像现在上台借幕等的东西 但我们要表演的 上去不是表演很多 表演十多分钟 唱几首歌,又走到另一间 那时候走浮 每天可以走十二、三场 因为他有几间电影院走 他后来登台到新加坡 就碰到薛家燕 薛家燕 薛家燕说 他在新加坡电视台做这个编导 在那里认识之后 他就说 你有没有兴趣 我回香港搞电视 当时我以为他发霉 只有一个无线电视台 只有一个无线电视台 不知道回来有无线电视台 我真的不知道 等着他了 等着他回来搞 我说好,回来帮他聊聊 回香港大家 没多久他真的找我 有没有喜欢这件事 我喜欢没什么所谓 是由他找到我进去 我和沈殿霞 是波叔 当时有三个人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演艺员证 是三号 知道吗? 沈殿霞是否第一号 我不知道 就是我自己的本质 好像你第三号 员工证第三号 是最开国功臣 也没说开过 开荒牛 开荒牛 那时候试播是怎样试播呢? 那时候就是… 我记得我们开台 1967年11月19日开台 刚刚澳门赛车 之前三个月 我们还不是在电视台 广播大厦上班 我们在中环太子行上班 就在李孝和先生的办公室 有黄石照、蔡和平 就在那里开始试 在那里大家讨论 怎样开活 怎样去做 那时候我对电视一张白纸 是不懂的 两、三个星期后 就去海运达试播 大家还记得有两边楼梯下 是 电梯下 这边就是萧芳芳和刘家杰 是讲英文的 这边就是我和沈莲娜 在这里讲中文、广东话 就是讲大家是免费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 就可以看到免费 不收费不成的 就是一路这样宣传下去 当时你由电影转到电视 是否也很难适应 很难适应 是两件事 电影可以结束 不可以离开 但是千万不要结束 那时候那时候是菲林 电视是不能结束的 是不能结束 是这样就这样 但是刚刚 《欢乐甘萧坐》 明天先生闯扮《欢乐甘萧来》 就是喜欢在直播 喜欢你坐 喜欢你很厉害 不会有什么程度 照错照出 照错照出 所以那时候 《欢乐甘萧》这么受欢迎 就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你在家里看 就差不多跟我们一样 所以这么多虾子 这么多人都不能笑 是这样来的 那时候在木人行 你和李道雄 和波叔 是吗? 是 还是叫口水佬 不是, 我也不知道 水浸的木人行 最多话说是你几个 其实木人行 大家误解了 不是木人行 是 只不过厂 你进入木权的厂 旧厂就知道了 入厂之前 那里有一条冷行 几张长凳 一条长镜 只不过我们排完稿 之后回到那里休息 有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以为我们是瘋子 怎样拿着稿 对着那条墙 自己说自己的 所以觉得我们 只不过不是木人行 但是在那里真的认识了很多东西 认识了很多想法 我记得那时候 九点三十五分开台 接着是歌声唱歌 接着是两三个广告 接着到九点三十五分 就有一个项目 comedy 即是趣剧 没有剧本 然后用两个字 自读 那你们自己哪几个自读呢? 但是自读 那时候当然有个想法给我们 对了,今天发生什么事 你想着这个方法就认识了 认识最多就是我 波叔 野锋 就几个人在那里认识 就是今天讲些 应该大家讲什么 今天有什么要讲 最多的方法就是野锋 斯加坡来的那个野锋 最多的方法 波叔只不过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所以从火花出来 所以你们看到有时候 我们很多NG镜头 根本都不知道自己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 对了 杜萍应用 自己是该电视台的开芳牛 虽然每天都面对不同的挑战 但同时都留下了很多开心的回忆 其实也有很多趣事 大家有没有记得 鄭君免经常找呢? 鄭君免记得 记得 记得 跟他在做趣剧的时候 他可能因为他太… 那时候他就很忙 外面有太多工作 在做趣剧的时候 他从第一句跳到最后结尾的一句 他自己不记得就飞去 不是,他自己不记得的时候 一不记得对白 我暈了 就暈倒了 我波叔审殿下 几个五点 但阿斐真是好 一手承回面 你还能暈倒 你还能说 你再说下去 你不记得 你不记得 这句是我跟你说 你接下去 直接在现场的说法 那些人就笑 以为我们特意是这样做 其实他真是… 真是这样做 那时候,宝浪金少 很多的花名 听到都是你和波叔 帮人改的 有一大半 有一大半 因为我们很頑皮 有一大半是我们改的 像何手讯 我们叫它何必手讯 叫它何必手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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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何必 那还有呢 还有就是牛头角三花 就是… 陈立品 还有呢 陈立品 余慕蓮 还有一个就是温柳眉 那时候住在牛头角附近 根本是开玩笑 牛头角三花 这三个 本来金少女,你们看的时候 都觉得算是成功的 一个节目 非常成功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最近分析过 最近我和蔡明聊天 他也问我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成功 就是因为最主要的问题是 我们每一个艺人上班的时候 是没有习练 回到今少就回到今少 现在不是 因为很多人多早起 回来都要想着第二早 是不是 最主要就是他给… 好像说他给到一个 你很满意的价钱 就是我们固定的收入 固定的收入 我们不会再有其他的习练 到八十年代 杜萍被调出中艺节目组 转拍电视剧集 反而令他觉得不习惯 成为日后他离开电视台的恩由之一 可能那时候自己还是小 老术、老巾都还没生 就是说你打我出去 觉得我是没用了 就是插着这个心态 其实公司有公司的制度 他或者将它转型 那时候最主要问题就是 蔡又平已经离开了 库立金少 另外一班同事 是做这个编导 或者我们的演艺方式 是要改变了 就调了我们去剧组 那时候的心态大家不平 即是不平衡 你觉得我是不是没用呢 调了我们去剧组 有些小小是不高兴的 后来幸好去到戏剧组 得到王天霖 就可以过来玩一下 于是我跟他拍了 有《千王之王》 《荆华春梦》 拍了两三个戏 还有李天姓拍的那个《网中人》 我拍了很多 在戏剧组也拍了很多电影 《网中人》 《网中人》给了多少东西 无线的时候是很少钱的 那你是靠那个… 不是 给我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那时候 已经是很多钱了 无线的时候已经给了… 给了我很多钱 给了我很多钱 我觉得自己 所以我电影都尽量推 是吗? 那时候无线可以给很多钱 那时候给了我很多钱 都是很多钱的 我记得我、波叔、沈殿下 这几个是符合了我们的要求 符合了我们的要求 所以我们尽量集中精神 就做《欢乐今宵》 那蔡华平有蔡华平的叻处 你不要再想其他东西 你帮我做很多钱 你专心做好这个节目 那时候我是翻足五天的 星期一到星期五 每一晚九点半钟开场 开场之前那十五分钟 我还出现热门的观众 有几百个观众来的 观众来的 出现还要请鼓掌 我们说到哪里 你就拍手掌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先键 上面有灯灯 着时请鼓掌 不要的 我们只不过是… 就是要你自己去说 做过来就是早上的东西 同时真的学了很多东西 《欢乐今宵》 给了我很多东西 我们两点钟上班 就起码一个教掌 一个辅导 一个辅导 这么大幅稿给我们 我们就对 两点到四点 所以四点之后回到墓人行 那时候大家是鬼食离 你对我对你 如果当晚要访问人 就很惨 不同 现在有助手给你 有辅导主给你 不是 比如当晚我要访问汪姐姐 我根本不认识你 就周围找 汪漫宁到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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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到你之后 就立刻问你 汪漫宁几岁 要全部自己做完 就是没有人在帮你 没有人帮你写这件事 因为那时候人手少 那时候最难接受 就是现场广告 一分钟六十秒或者三十秒 那时候三尾时间 我记得六十秒的时候 A time的时候 就是三万元一分钟 那时候也挺吃力的 不能出错 出错不是赔钱 赔时间给人 就是变成一个损失 是一个损失 你有没有试过? 有没有哈喽吗? 我试过… 绝对 我记得我和石修做一个广告 名字就不要说了 做一个即影即有的照片 即影即有的菲林 一分钟就叫我们和他们拍照 拔出来 因为那个要这样拖出来 要一分钟才研究工具出来 在那里说话 那天和石修两个做 那机器坏了 按下来按不出来 那怎么办? 这么厉害了 又是… 很厉害了 又是在那里 下一集 杜萍会说一下 移居澳洲开餐馆的经历 学人去做饮食 我开的时候也很多人反对 你在唐人街里的闹市 开日本餐有没有搞错? 我说我不离新尝试 那些人都要尝试一下 又会说一下圈中 谁是他的契仔契女 是温兆伦是你契女 温兆伦是我的契仔 他还有很囂張 我就捉他坐着聊天 我说你这种态度又如何呢? 谢谢大家